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最近很多人一直關心什麼時候入眉 我們傳統上五六月都是梅雨季 但是各位注意 五六月的封面 不見得每一個封面就是典型的梅雨封面 它有的是冷風 有的是滯流風 滯流風要在台灣附近停留比較久 才能叫做梅雨封面 以現在來說的話 這個是我們比較高層的大氣的環境流場 這個就是各位我們常常用到的這個流線 這邊顏色比較深就表示說水氣比較多的地方 我們一般在冬天的時候就是東北季風 從西伯雷亞來的冷空氣對我們台灣有些影響 可是到了夏天就轉變了 從印度洋來的這個暖的西南季風又很潮濕 這個水氣就會對我們造成明顯的影響 所以夏季為什麼常常會有五後雷震雨 不是說我們這邊配的熱所造成 基本上是有比較長程的大範圍的水氣有一些影響 那這個是今天下午我們特別畫出來的這個圖 代表現在這個情況 這個水管有一點稍微轉折 所以這個力道沒有那麼的強 但是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中南半島 像最近其實泰國有一些水患 或是說在印度有一些影響 都是受到這幾波整個西南季風在這邊開始啟動 以現在來說的話什麼時候對我們台灣造成影響 就是在明後天 各位來看這是明後天的情況 整個印度洋的季風會更強 然後預計會慢慢的輸送到這邊 不過它的傾斜的角度還不夠明顯 各位來看到了六月初就會更明顯的 幾乎是打通一串 有轉折當然就是力道弱一點 如果直接送過來當然就會很快 所以各位來看其實什麼時候就是到六月初 這個環境就有點轉變 然後另外六月初的時候 其實台灣附近北邊這邊也有滋留封面 這個就仍然有空氣交替在這個地方 那另外它有時候會北台一點 南台的就看這邊有一個高壓有影響 所以其實要形成一個滋留封面 要有三種勢力在這個地方交會 剛剛好就會產生一些明顯的一個鎮雨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六月上旬真的有這個機會 所以未來這一兩禮拜天氣 恐怕都是不大穩定的 請大家多留意 為什麼不穩定呢 就是有一些水氣在這邊 所以我們台灣的天氣 其實相對之下還不錯 晴時多雲歐正宇就是未來天氣的寫照 所以各位來看未來天氣的變化 大致上封面還是有一些在中國南方這邊 但是台灣這邊這兩天有一個空檔 接下來就是從禮拜三開始 南方的水氣就開始有一點多了 多了之後對於台灣這邊 就容易有一些午後的熱對流 請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個是目前我們看的雲雨的動畫 就可以看得出來的變化 有些不一樣 如果我們用這個氣流流線來看 這個代表空氣快的流動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實台灣這兩天呢 有一些封面通過 就有一些北風南風的影響 但是這個北風沒有像上禮拜一 這麼的北風那麼的強 所以都是來的暖濕的空氣 所以這幾天其實還不夠強 到了各位來看 到了禮拜四禮拜五的時候 幾乎是這個西南風直接對著台灣 然後又有一些比較充沛的大氣含量的水氣 所以午後就容易發展一些熱對流 甚至有些雲氣在南海盛程也會移入 所以未來這一陣子 請大家多留意這個變化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未來這幾天 其實明天的天氣跟未來這幾天都很像 每天都是晴蝕多雲 偶陣雨 局部地區有雨 因為這個午後雷陣雨或是這個對流很小 很難預報的很清楚 有時候有大範圍的 中範圍小範圍的變化比較大 所以從北東中南其實都很像 天氣都是二十幾度到三十一二度 涼涼的感覺 但是中午就會有點悶熱 潮濕有點悶熱 各地這個符號各位看得清楚 請時多雲偶陣雨 請大家要稍微多留意 為什麼我們只放一天 因為未來這幾天天氣都很像 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了 我們給大家點建議 這幾天持續週二開始 像今天還是有一些陣雨 週二開始就請時多雲偶陣雨 有時候有一些空檔請大家好好珍惜 留意山區的午後的熱對流 那目前來看的話這個西南季風 逐漸的在禮拜三禮拜四會要啟動了 啟動之後不代表有梅雨封面到達台灣 台灣地區真的要入梅的紀律 恐怕是要到六月初機會會比較高一點 記忍 rods 谢谢大家